大家好,我是余山 我是K 今天去幫我個中學同學去看一間租盤 是第一次看租盤 而且還要在開放日的時候去看租盤 這間房子網上叫價1300磅 我上網看過,原來這間尾牌的房子 在Sales是要49萬多 古租已經到1800磅 所以我已經跟朋友說有個心理準備應該不至1300磅 這就是一個樓盤 就是一個四樓盤的排屋尾 因為開放日的關係 我一開始就衝上樓上看了 比較少人 一進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有一個浴室 浴室的空間都很大 一邊就是浴缸 另一邊就是一個棋缸 也有一個窗在旁邊 有兩隻窗 這兩隻窗的採光都很光亮 即使不用開燈 下午的廁所都很光亮 而且都很大空間 可以放很多不同的雜物 一轉過來這邊 就是一間 現在是一個小朋友的房間 對 其實看到屋主的擺設都還在 而且這間租出去是包家屬的 所以可以參考一下 看看他有什麼會留下來 不過看到租客應該快要搬走 因為在門口的位置 已經看到他放了一些箱 在Wine Roof 上面 他就寫聲稱是一月起租 所以就很符合到我的中學同學的需要 現在他還包上家屬 那就更加好 更加適合到我的朋友 因為他都會再賣屋 如果他包上家屬 那就方便很多了 現在轉過來這邊 就是一個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 其實他裡面有一欄的入場衣櫃 可以放到很多衣服 就是放東西可以放到很多 那他的窗花 他已經有窗花在這裡 而且是鐵的 裝飾之餘 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房間的作用 而且你看到這間房間 那個空間非常之大 旁邊還可以放很多櫃 看看地毯那裡 是有少少舊的 但是也是那一句 朋友都打算租人家一年 那地毯自己洗一下就可以了 對 買一部洗電子機 或者租一部洗電子機 都可以的 但是上來這邊 就是有一個Loft的空間 就是二樓那裡 就是沒有門的 我覺得就差一點點了 但是他這邊有一隻窗 另外那邊還有三隻窗 他現在樓上就是放了兩張床 有朋友來 或者是 因為我聽到一個中學同學說 他就說 他家人 他爸爸 有機會會 遲少少過來 但是 如果這間 這層 你老人家 要扔兩層 扔兩層 扔兩層上去 都很辛苦 對 但是又 如果給小朋友去住的話 你沒有門呢 你又不知道去睡會會不會到處走去 或者好像現在屋住在那裡洗衣服 對 浪衣服 有十多組的人看 對 有十多組的人看 同場也有一個香港人幫他的朋友看 另外 有一個外國人幫香港人去看 其實門口已經放了紙箱 地上這層 他鋪了木地板 但是木地板的質素就差一點點 有些歲月的痕跡 還有這個木地板 冬天可能會冷一點點 但是 擺張地毯仔 或者穿拖鞋 都可以解決的 對 這邊就是客廳 有梳化 現在都放在這裡 還有一個火爐 在旁邊 也是窗花 在這裡 即是窗已經有窗花 可以做到一個放到效果 不過 這間屋 位置在Sales 其實Sales的次庵都不錯 因為平常都聽不到 或者看新聞都看不到 有很多 罪案發生 還有我們之前 都幫其他朋友看屋的時候 看過不少Sales的屋 業主普遍來說 都是治安很好 剛才這個就是飯廳 Agent哥哥坐在這裡做事 那廚房我覺得 Size 都非常之適中 可以說大的 是一個U型的工作台 還有可以做事的地方 非常多 而且是非常闊的 那個位置 即是不會說你很窄 擺東西擺得不太舒適 這樣 最好的就是有明火爐 還有有抽烤煙機 另外呢 就有一個雪櫃 然後是在櫃櫃裡 對 最左邊 上下兩格 一家四口 住就剛剛好 如果多人住 可能就要想地方 再找雪櫃 飯廳這邊 上面那兩塊玻璃是裂了的 還有應該不是雙層玻璃 所以那個保溫可能就差少少 然後就看看後花園 它不算大的 但就很容易打理 因為做了磚地 石板地 而且 它都是側邊有少少植物的 對 這些植物你修剪一下就搞得好 但它不太大 不要幻想它可以小朋友奔跑 很開心 或是跳彈床 很厲害 那些就做不到的 有一個Chef 另外它還有一個BBQ爐 但是不知道是業主還是組客 但是自己買回爐 在這裡燒東西吃都OK的 那旁邊還有一扇門 其實就是 如果你放垃圾桶在後院 就經這扇門推出去 但是這扇門後面的走廊位 就是跟其他屋去share 不過它也有扇門去左隔 那那個治安應該都OK的 而且你要跟倫利的關係 就處理得好些 因為大家會share一些地方用的 對 那你見到可能有一些歲月的痕跡 不過其實租盤來說 就不用這麼大關心的 最重要的東西適合用 沒什麼脫留就OK 對 它也包含了傢俬 你不用買傢俬 因為就算你現在 即是如果它不包含傢俬 你買了傢俬之後 還要想你新的那間屋的傢俬 怎樣去處理呢 都幾頭痕的 這一個 就是香港人去幫香港人去提樓 但是旁邊這裡有一個小櫃 那上樓的時候 就要小心不要撞倒了 那這間屋呢 它是有一個地庫的 對 那這個地庫呢 其實都現階段來看 它是做了一個電影房的 是我覺得很正的 你可以改建回去做一間客房都OK的 因為它這間房還有一個兔廁 但是這個兔廁 它有一個比較失分的地方 就是它的地下是一個不鏽鋼板 對 那它是有個棋桿花灑淋浴 另外就有個廁所和洗手盆 加上有個抽氣線在這裡 小小的抽氣線 好過沒有 對 那其實相反來說 整間屋有兩個洗手間 兩個洗手間 其實就方便很多了 對 一家四口有兩個洗手間 且且有兩個洗澡的地方 雖然它不是在地下那一層 但是你多下一層 上一層 起碼有兩個廁所 對 那它的煤氣錶 電錶就收藏在這間房間裡 而且因為它維多利亞式建築 它就有個氣窗在這裡 開到的窗在這裡 開到的窗在這裡 所以就不是黑漆漆的地庫 所以住人都挺OK的 對 因為朋友可能有親戚來到 或者父母會來到 可能這個房間也會適合 對 但是老人家住這間房間 適不適合呢 又是要走樓梯 但是小朋友就可以用這個 做個遊戲房 或者小朋友房 但是如果這間做小朋友房的話 又好像跟我朋友的房間太軟了 哈哈 所以要再考慮一下 樓梯其實你也看到有些痕跡在這裡 那我就站在這間房間裡 大約一個小時左右 那我再看看那些offer 再問一下那些agent 是不是其實是1月中就已經可以起租了 他說Piece Egg Lloyd 他說11月30日已經可以起租了 所以就 我朋友正在考慮一下 不是 價錢已經不是1300磅 對 因為在場廳已經叫到1500磅 那 前花園這個位置 就可以拍到一輛車的 但如果有朋友來的話 其實可以在這個位置外面 再拍到一輛車都可以的 那他就處於在Sales的中心位置 那 向左手邊這邊走就是Metrolink 右手邊就可以去大馬路那邊 那 我朋友反覆思量完之後 決定放棄 因為他叫價已經高過他預期 另外 他的起租日期被他原定預計的 早了兩個月 那 好多謝這個同盟去訪問我們 和沈旭輝再轉載 那 大家都可以去同盟去看他們的文章 和訪問 那 亦都可以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UK如梁Family 那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channel 就要 like comment shar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下次見 拜拜